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显示至少有两艘UFO发射激光 一艘红色UFO发射的是蓝色激光 而另外一艘绿色UFO发射的是绿色激光 它们不断向地面和天空扫描 犹如科幻电影中的星际大战 这些不明飞行物似乎在搜索地面目标 可以看见光柱从天空向下扫描 场面很是惊悚 看起来 这些不明飞行 看起来 这些不明飞行 m T- Oh, there's a green one, too. What the... What the hell? What the fuck is this? 起初拍摄者认为是直升机 因为只有直升机才能更好的操作 激光对准和扫描 但是在视频中并没有听见直升机的声音 其次有时候光扫描的幅度很大 不像是人工操作的 也有一种可能是无人机 但是向周围发射激光的无人机是不正常的 尤其是在视频50秒左右 红色光球发出的蓝色扫描到了绿色光球 而绿色光球爆发出了非常明亮的光芒 这点在地面用激光笔召唤UFO时能看见类似的场景 当地面人员用激光笔过于对准UFO时 就会出现这种暴散现象 似乎触动了某种防御机制 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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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奇怪的 我说到家里我看了那些视频 灰火在那里,这就是灰火之后的灰火 另外这些光球是间歇响发光 有几段时间是不可见的 因此这很可能是UFO 大型的无人机则会发出独特非常响应的嗡嗡声 而在此视频中并没有听到噪音 除此之外,向地面发射急光的UFO还有一个例子 那就是著名的卡洛斯·迪亚兹接触案例 外星人故意驾驶飞船现身并允许其拍摄 迪亚兹在三角架上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然后离开了,挥舞着一个点燃的火炬作为信号 这艘飞船突然在它头顶上方出现 并向它发射了一束光 然后这个不明飞行物在空中悬停了30秒 之后损渐消失了 有飞碟研究者说UFO遵循三部曲 让你看见静气旅展示和实现接触 而相当多的接触案例中 外星人也明确地说过 我们会不断地加强展示 让人类做好心理准备 直到承认我们的存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